各位觀眾你好 我是李曙芳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全方位 台北股市在今天裡面 是開高而走低 最終因為龍頭形全資個股 最後一盤的下沙 使得指數它下跌了58點 收在17,767點的一個位置 那這樣的一個下沙 你看它是最後一盤 這樣的一個下沙 它沙破了無均線 所以它的日KD指標 它已經開始密合 除非明天就開始開高走高 收出一根長紅棒 否則KD指標來看的話 它應該是會交叉向下 所以你在這個過程中 一定要了解到 我們說台北股市在最近裡面 它的結構它出現了一些的問題 它的輪動上面來講它太快 所以這個使得中石戶 它開始產生了很大很大 由於到底要不要繼續做多 這種情況的一個發生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台北股市很容易出現上影線 在今天裡面又是上影線開高走低 這個就是因為中石戶的買盤的資金 它不進來 因為台北股市現在流行的 譬如說低檔低位階高值率率個股裡面 那都不是中石戶的最愛 因為所謂的低檔低位階高值率的概念 所以標股不大可能產生在低本益比 高值率的概念個股 因為它一漲個一層兩層 它的殖率的吸引力就會下降 第二件事情它的結構就是來自於它的騰落指標 它的騰落指標一直沒有辦法改善 在今天裡面你就可以發覺 覺得很勢均力敵 這個大概是1000出頭 這個也是將近900多 所以今天的集中市場 不是明天不能夠開高走高 還是有機會的 因為在今天雖然指數下跌了58點 但是上漲的加速是比較多 上漲的加速它是比較多的 只是你可以發覺到 因為你的KD指標在高檔 指標80之上 你都沒有量 你看它的量是不是這樣子縮掉 整個一個指標來到80 你沒有量 你無法駕量式的齊陽 它就不會鈍化再攻 它沒有辦法鈍化再攻的過程之中 才會造成台北股市 一直沒有辦法去蓄積的上攻的動能 所以在整個KD指標 我說在明天裡面就算你要開高走高 你的量一定要出來 否則18034就是在這裡 你要怎麼2萬點 你要怎麼改變你的複合底型 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有量 要有價 它才可以改變它的複合底性 所以台北股市 在這種過程中 我們就跟大家講過說 什麼叫做台北股市的 我們說有時候大家應該知道 什麼叫北風北 北風北在每一個階段 它的北風北就是股市之中 它就會出現幾個特質 低位階的個股去做補漲 對不對 然後低位階的個股去做補漲 是不是就代表大部分的人 認為現在的指數過高 然後他就不敢去追買一些個股 他就買低位階 那你在今天在這種過程中 我在今天聽到盤中有人在問說 現在到底是百家真名 百花齊開還是群魔亂舞 現在盤到底是什麼 是百花齊開 百鳥真名還是群魔亂舞 我覺得他越來越像群魔亂舞 因為他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整個台灣無限上鋼道元宇宙 元宇宙的確是科技產業 未來五年之中 它很重要的發展 但台灣的一個元宇宙 它可以誇張到什麼地步 我就問大家哪一個電子個股 它不是元宇宙 它通通都是 如果以台灣的定義 它現在還無限上鋼道的哪裡 現在連霹靂布袋希也是了 因為它在電視台裡面 它在做 它可以做這些影像 說這個也是 這樣的話 我就問大家 這樣的話無限上鋼的過程之中 你覺得這些的個股 這些的中石戶 願意去買這些很高的本益比 可是未來的明年後年 要五年十年 才知道能不能夠有 耕耘出來的一個結果嗎 有可能嗎 你自己去看在今天裡面 其實在今天裡面來講的話 你自己仔細去看 漲停的43家 OTC是43家 集中是21家 真的很多的漲停板 但是指數是跌的 那就告訴你說 你這些的漲停板的個股 你至少一半以上 這市場上面很難認同 它很難認同 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第一件事情 目前台北股市 我就跟大家講 因為它是最後一盤破了無均線 那我就跟他講 破了無均線 KG指標就是會交叉向下 除非什麼 明天開高走高 出現戲劇化的發展性 不然的話 在這個過程中 你做短人是應該要賣 你要賣 我已經講了很清楚的答案 那因為KG指標在高檔 你要有量有降 你一直都沒有量 你就要小心 你的持股就是5到7成 千萬不要超過 再過來 當你的新台幣如果轉貶 外資齊選線 同步做賣出動作 可能對指數的空間是不利的 但是我們可以察覺到 在今天裡面 整個台幣有貶轉升 因為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其實昨天的美國 無論在道琼 S&P500 或是NASDA 或是費半 他告訴我們是 因為它的通膨在控制之內 大家在預期之中 雖然你月增年增 或是計增年增 但是是在控制之內 所以它上漲 可是當你這樣一直上漲的過程中 就代表什麼 我說因為它的失業的人口 也非常的好 當你的通膨很高 你的失業人口的另外一方面 就是你的就業人口 也是很好的話 美國可能會提早收縮資金 提早收縮資金的過程 它對股市會比較不利 它對美元會比較有利 換句話講美元比較有利 對新台幣就比較不利 我說現在裡面來講的話 還在台灣操作的這些外資 大部分都是被動的 當你的新台幣開始轉貶 今天已經開始轉貶了對不對 齊選線同步偏空的話 你就要留意 對指數的空間是不利的 它跟你的基本面是沒有關係 跟你的匯率是有關係的 我說複合體型的上遠 就是17986到18030之間 你要過前高 你不可以量縮 如果量縮 你就不可以去做追高 下檔的季線 還是有效性的支撐 你不用過度的擔心 為什麼我們說 我們台灣無限上綱到元宇宙 其實元宇宙 你仔細看美國 我就跟大家講過說 元宇宙真正受惠 是叫吃軟而不吃硬 它絕對不是穿戴式的裝置 這種穿戴式的裝置 如果未來裡面來講 我就最簡單的 臉書是第一個提出 元宇宙三個字的一個公司 它也把它的Facebook 改名叫Meta 就是元宇宙的一個概念 可是你要知道 這是Facebook的一個股價 請問它有漲嗎 大家知道它的投在室的裝置 一個只要賣多少台幣 8500塊到8800塊 未來它的理想是壓到多少 8000塊以下 你覺得硬體的部分 可以賺錢嗎 同步的它也開始用出來的時候 Meta也開始用出來 你的一個平台 遊戲平台 你可以發覺到 目前只停留在遊戲平台 都是卡通人物 它有沒有辦法把人 像鼠方 我可不可以在家裡面 在這個過程之中 派我的虛擬身份過來 去做一些的解盤 目前還辦不到 所以我說它需要5年的時間 到10年的時間 可是我們台灣不是 今天裡面什麼都來了 GPS我在之前講 GPS也是 霹靂也是 然後記憶體 什麼什麼通通都是 那我就告訴大家說 你這樣的話你就很危險 我說這種盤面上面 這種又多的格局 這種群魔亂舞 如果你不能夠自己定下來 你隨著這個盤面上面起舞 我說到最後你會非常的發現 非常的後悔 你的手上的持股 至少二三十檔以上 五十檔都是客氣的 因為你就會發覺到它的輪動很快 今天漲這個 明天漲那個 大概就是這個 所以我才會跟大家講 你的持股 你一定要降 你一定要降到五到七成 臺面上面每個老師 你可以發覺到 我如果真的是為了我自己好 我每天都跟你講多 反正你進來了 我每天都跟你演長的 你有沒有發覺大部分 臺面老師都是這樣子 長的是怎麼樣 長的是怎麼樣 問題是最終的這個結果 你必須要去做承受 因為現在的勝率會降低 現在投機的味道 它是高於投資的味道 我說如果你是投資 你可能歷經了一年兩年 就算你錯誤的投資 買在高點 你可能三年四年五年之後 你還是解套 可是你過度的投機 你這一套不是十年二十年 比如說一套好久好久 你才能夠再解套 你自己想想看 要不是這一次的元宇宙 這樣子的話 你的宏達電解得了套嗎 你的威聖解得了套嗎 這都是你的GPS裡面 環天科解得了套嗎 就是在這種過程之中 霹雳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種過程 不是不能 我也不會說 這些個股你一定不能漲 有人買 有高價就是OK的 但是這些你要知道 你操作在這些的個股 你本身要什麼 趕進趕出的勇氣 當你的個股 它的支撐跌破了 譬如說五日線 月線 或是大量區間 你就要走人 如果說這樣子的一個過程 為什麼台北股市一直在 高高走低 我就說市場的各路英雄 大家自己想想看 鼠方在最近說的 投信買的那一點點張數 它能夠去主導股價嗎 它主導不了 重點是你這些法輪買的 這些的個股下面 或是你未來趨勢的個股 你有沒有中時戶 你有沒有業內跟主力 所以在這種過程中 外資新台幣升值做多 新台幣貶值偏空 這很簡單 投信它過去都是主動式的操作 你有沒有發覺到 12月份之前 它都是主動式的操作 明年產業成見度很高的 什麼ABF 什麼半導體 這些它都一直在做 對不對 車用電子 可是現在不一樣 它全部都被動 是做高股息低檔的個股 這個絕對告訴你說 投信它是保守的 它買這些的個股 只是因為法令的規定 我要買七成的持股 所以它就買這些安全的 但是投資報酬率 絕對是這個樣子 你安全的個股 絕對不是標股 對不對 你的標股 就像現在元宇宙的標股 那就要看你敢不敢買 它也絕對不會是低檔股 它一定是在最近裡面 漲很多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中 我就說中石戶在過去 在前一個高點 17986我就跟大家講 你的持股要下降 到了這一次裡面來講 我說到了季線 我就開始去做回補 可是如果盤勢上面 你一直都不能夠走向 投資的價值 你一直不能夠走向 趨勢產業向上的 你一直在走向投機 你一直在走向群魔亂舞 我說你這個已經開始到 你很難去想像的 那我就問大家 台灣的遊戲軟體股 跟你的元宇宙的遊戲軟體股 也不一樣 那絕對是不一樣的 因為你那個是要帶 頭到一式的裝置 你變成是立體的 那是不一樣的 它現在全部都可以漲 那你就要自己知道 現在這個盤勢上面 而且非常的投機 非常的投機 就不是你在這邊裡面 你要尋求波段式的操作 你現在操作在這一類型的個股 就是極短線 我不反對 我也不建議你去放空 你要放空就是打落水狗 現在還不到時候 可是這些的中石戶 它這些中長線買盤 它會賣出來 因為它的賣出來 它逢高賣逢高賣 你的股票就上不去 它會逢高賣 所以這個台北股市 你要讓中石戶 重新100%的持股 你就必須要調整你的結構 你必須要整裝 你才能夠再出發 那台北股市才可以相看2萬點 也就是說你到了這邊時間點 接近1萬8千點 你一定要讓中石戶進來 你不讓中石戶進來 這個沒有量的過程 量越來越少 你有沒有發現量越來越少 你怎麼去供過18034 當你的量越來越少 你去供18034 走不遠 這絕對走不遠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了解到 我在今天裡面苦口婆心 這一兩個禮拜以來 我跟大家講 很誠懇的告訴大家 所以一直到這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發覺 台北股是真的 高檔上面就有壓力 高檔上面就有壓力 這個時間點很容易開高走低 然後會漲的都是投機個股 你會去買那些股票的人 你就是投機 你本來就是要拚才會贏 但是這些中石戶已經很有錢了 他跟你拚什麼 他不是在跟你拚 要拚才會贏的股票 對不對 他不會跟你拚這種股票 所以你要拚這些投機型的 要拚才會贏的股票 可以 但是你要散射停利停損點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 一直跟大家講的 我說台北股是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來講話 你呢 我就講 如果鼠方這個時間點 覺得大盤還沒有整裝再出發 我不會像其他老師一樣 告訴你這個好那個好 你買的一些個股上面來講話 一個不對 你跑都跑不掉 所以在這種過程之中 我說過你加入我們 如果鼠方沒有帶你買股票 會期不會起算 未來裡面台北股市有機會了 會期才會起算 甚至我講得很敗 如果台北股市它的空投 多投結束了 我也會帶你做空 但是現在裡面都不到那個時候 我說過台北股市在目前 我給大家看技術面 技術面這未來 這一週到兩週的時間 就12月到1月 應該還是一個多空的激戰 應該還是 因為你這五天 1 2 3 4 應該說這四天 你的月線扣高 你的衝高會有壓力 但是你這季線是扣低的 未來還有一段時間 1 2 3 4 5 6 還有六個營業日 月線會扣低 所以你在這個時間點 台北股市短期 它就是一個鄉行 等待量人來決定它的方向 所以在這種時間點裡面來講話 投資朋友一定要去留意到 我剛剛說的 你的持股要到5到7成 你讓台北股市的結構調整完成 如果中時戶 業內跟主力 我說業內跟主力它會做短 中時戶的中長線的資金 它不會跟你去操作短線 說今天買明天賣 正會中時戶 人家的上百億的資金跟你今天買明天賣 不可能 所以你一定要了解到 在這個時間你可以發覺到台北股市 你今天強的不代表明天強 你今天去追 你明天可能就會電到 所以它在這種過程之中 它的輪動速度 它是很快的 所以你只有什麼 把你的資金控制好 5到7成控制好 台北股市整理完成 台北股市勝率比較高的時候 你才有資金再灌進去 就像台北股市 你這邊沒資金 你說這邊跌下來 沒資金 你怎麼賺這一段 所以台北股市你看 你要賺錢 我為什麼跟大家講 這邊你要小心是 台北股市這邊到這邊也有漲過 可是那個時間點 你的量是往上的 可是你現在的量是往下的 如果量是往下的 你的安全是不是都 KT指標是到低檔 所以你一定要去留意 所以你必須等調整完成 除非有量價奇陽 你再來看 台北股市才能到2萬點 否則8034它走不遠 你就必須等它拉回才有空間 這是我在各個時間點跟大家講的 所以鼠方絕對不是一個死多頭 我也不是一個死空頭 我也告訴你中石戶上面想法 低檔低位階 低價投機型的個股他不會買 所以這個過程中就變成什麼 投機分子在廝殺 那這樣的大盤怎麼走得久 所以你只有讓中石戶回來 價量式的奇陽台北股市會到2萬點 那時間點中石戶才把資金一次再買滿 否則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的持股就是5到7成 剩下的資金就是要跟上鼠方的腳步 如果鼠方覺得整理完成了 台北股市多頭再出發 你就可以跟上我盤中的一個操作 跟著我在未來裡面來講話 重新多方再出發 不要在這裡面來講話 去買投機型的個股 所以在這個階段裡面來講話 投資朋友應該要去做留意 台北股市的結構 投資大於投機 價量奇陽 KD指標重新交叉向上 那個時間點就是你再度進場的一個好時機 那我們進一段廣告之後 再針對傳產個股電子個股來告訴大家 劉智花蓮 自然著顯 怨涼蜜香 冷脆蜜香紅茶 冷脆藏苦澀 慢釀 鋼甭甜 確實在 甘 冷脆蜜香紅茶 清甜新上市 用成國際投貨 笔直诚信 专业 客户至少 临线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永存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应软体设备 力量投资准确性及时效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用精力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领域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领域投资的独二选择 永存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永存国际投顾 入位专线 02-2563-9777 02-2563-9777 起床啊 快看 我中奖了 我又帮你中奖了 看 我又中奖了 我的专属机台千倍体力天天开 导导娱乐船 骰电林明珍 陪你拍整天 摆脱不了的头皮屑困扰 就交给头皮护理专家 海伦仙肚丝 推出定制去蟹 针对轻度 中度 严重头皮屑 定制去蟹 打击头皮根源问题 海伦仙肚丝 千倍体力天天开 导娱乐船 百变林明珍 陪你拍整天 三德利美机保养新革命 来自日本欧影万密德斯 专为忙碌首领女性设计 富含全校复活青春能量 GWOW三渗透技术 密德斯欧影万 使用一瓶 烹 润 亮 20末 限时五折体验价 快搜寻小局力 来玩 你们一起来玩 你心爱的方家华 就要牵着她最心爱的女人 走向婚姻 你酒醒以后该怎么办 你告诉我 我美瑞长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再问这一次 你要爱就爱 不要让自己生我去好不好 五周生一 维他命Easy 口含病 爱上巧克力 掌握市场先机 总是给您独到的投资建议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半 股市全方位 李鼠方 股市看中市 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你好 欢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台北股市 我不幸不是说 叫投资朋友不可以买低价的 不可以买亏损公司 不是 而是告诉你说 你要买这些的个股 除非你很确定 它未来 它是有成长性的 而不是听人家怎么说 在这种过程中 你一定要非常留意 因为台北股市在最近的结构 投机力 就非常的投机 它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一个事实 鼠方不大去操作在投机个股 这是我的个性 你长期来跟着我 或是你长期看我的节目 你也很清楚 除非我很确定 它可以亏损赢 我才会在这个节目告诉大家的 就如同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问我说 我就问大家 现在相对比大盘强的个股 有几档是投资型的股票 是投机比较多 还是投资比较多 如果是投机比较多 你觉得这个帕尔盘要走多远 不然的话 是不是都是这一种 另外一种是投机比较多 站着比大盘强 另外一个就是 要嘛就修正带低档的 高值率的概念个股 我说这个就是运输个股 对不对 货柜个股 当时我就跟大家讲 长龙120 140 我会有没有做 我说120 140 你自己去做最安全 140以上我就不知道 要看没有 要看大盘怎么走 这大家自己留意的 运输个股我也跟大家讲 我说你的运输个股就来回做 这个之前我们是 华盒是买11 12 13 沿路以来再过来是20 20在这边买 再过来31块出 这一次又买 我说你如果怕你可以再出 这样的话你就不用太过的担心 但是问你一次 成长型的个股上面来讲 如果都不涨 你要怎么涨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一些留意的 我也跟大家讲说 长期的趋势里面 就像刚刚谈到 就是你要赚快钱 还是你要赚慢钱 中石户他其实他很喜欢做慢钱 我讲真的 就来自于本业 一层两层三层 一倍两倍三倍 他都是这样做上去 我之前告诉大家的ABF 是不是也是这样 车用的电子也是这样 对不对 那都是他们的一个长期里面 比较看好的一些的个股 那这个部分就像这个时间 我也跟大家讲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 分析台大同 你大同你要怎么看 我说卢明光董事长 跟总经营的双值 对本业上面 大家一定会担心 一定是不好 可是如果以快钱 如果是王董事长他上来 他可能就把大同的资产 快速性的去做开发 你的EPS很快就跳起来 你的股价很快就跳起来 这种就要看你做哪一方面 我说当时候的大同 就是卢董事长 过来就是资产开发 所以这个部分我个人是持比较中立 我不会像大家市场上面一定看坏 我就跟他讲 如果没有这些的资产开发 那大同的价值在哪里 除非你跟他五年看仗 卢董事长就说五年 你给他五年 他一千亿以上的一个营收 就是这样子 那看你 我说我比较总理 我的看法认为 就算是王董事长 就算是去开发他的土地资产 那如果再加一个 原来是鸿海集团 或是的一个出生的人 你觉得一定比较差吗 好像未必吧 这就是大家自己去做留意的 那至于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这个低轨卫星 森达科还是很强 但是我是觉得说 森达科在明年的成长性 它真的是蛮强的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 我说如果从本益比的角度 我觉得同星电不错 同星电会比较低 今天世新科也很强 整个森达科也 那台光电的本益比 跟合同的本益比并不高 这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但是这个区块 我说如果你要讲元宇宙 5G或是低轨卫星 没有它们 你哪来的元宇宙 跟大家现在在讲什么霹雳 什么游戏软体股 那不一样 游戏软土股 你要看人家要不要用你 游戏软土股 股价的高与低 是在市场上面 玩你的游戏的人 到底有多少 不是你是游戏软体股 你就是元宇宙 没这种事 而且我们台湾现在的游戏软体股 跟元宇宙那种概念 大家有没有去上 上去Meta 就是Facebook 它的平台 你有没有上去 它那个平台到目前为止 我个人觉得 那个是高度喜欢游戏的人 你不会爱 小朋友 那个你没办法 那个到目前来讲的话 我并不觉得 那个部分是这个样子 马上就可以跨度到元宇宙 所以我才会给大家看 你自己看Meta的股价 上个礼拜五有很好吗 就没有很好吗 它的平台已经开放 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点 一定要等待台北股市的整均 再出发 第一个 你的价量要起来 第二个 你的KD要重新交叉向上 第三个 你要业绩趋势个股再度的领均 而不是都是亏钱公司 投机型的个股 如果是那个样子的话 薯方绝对当人不让 第一个时间点就会去做进场 你也知道薯方在这个节目里面 跟你讲的每一次的低点 是不是都有验证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你把你的 持股控制到五到六成 跟着薯方在未来 现余的资金 再去做一些的操作 成为未来台股真正的赢家 而打电话进来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泠物资金 即将鲜资金